所以正十相就无人法 刹那灭雀 阿比悦 已经正悟十相以后 已经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 刹那就是非常短的时间 非常短的时间 灭雀就灭掉所有的阿比悦 这个阿比就是无间地狱 阿比地狱 就是那个受苦 无间 受的苦没有间断 我们下地狱 受苦都还有间断 受一下苦 那都可以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受苦 有间断 可是进入阿比地狱 那个最深的 最凄惨的地狱 受苦都没有间断 一直受苦 时间都没有间断 空间也没有间断 所有的空间都要让你受苦 所有的时间都要让你受苦 那个苦是最凄惨的 阿比阿阿比地狱 就是在凡尘造的罪很重 杀父 杀母 杀欧罗汉 破荷而生 出佛生学 那个五逆罪就要入阿比地狱 那个在凡尘造的罪很重 进入阿比地狱 只要我们证实像 这个无人法这个时候 那个所有的阿比罪业都灭去 都已经灭掉了 因为进入不生伯昧的佛性本体 都没有形象 都已经非常殊胜了 没有形象有罪业吗 罪业能够依附在没有形象吗 所以没有形象罪业就没有 所以我们了解说 回到我们清静 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证悟了以后 所有的罪业都消灭 这样懂意思吗 那有的会问说 如果进前有欺负人的欺负人 都有人会这样问 我们也有讲过 所以只要你证悟到本性以后 那个因为众生就是我们兴奋之中的众生 所以没有亲戚朋友的众生都要度化 他们成佛 跟自己有瓜葛 有那一种债务 这个互相往来的 你会不缓吗 绝对不会 一定也都会缓亲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在真理来讲 只要你证悟十相了 那个都不是问题了 因为证悟十相以后 那个时间已经是千千万万年 一万年 那一万年的时候 我们缓再多的水 缓再多的水 那你过的时间 缓得了 你缓缓缓缓 一千一千缓缓缓 一定都缓得了 对不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 只要你进入真理世界 就没有这一些烟迁 绝对是还还得清清楚楚的 不但还得清清楚还还过头 都行得很多 让你看到把你的口都给你拿掉 一定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那个时间又没有限制 空间也没有局限 非常宽广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只要我们进入不生不昧 正熟相了以后 不可思议那种情景时常会呈现 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有研讨过 十四古今不理当念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最高的访门 这个十四 各位还都还会记得内容吗 什么样的内容 十四就是三四三世 归一世 现在世 未来世 那三世各有三世 过去世有过去世 过去世有现在世 过去世有未来世 三世都一样 就九世 高世 可是我们现前一念一世 加起来都十四世 十四 古时候跟现在 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个念头 所以我们当下这个念头 它就亿万年 亿万年前是这个念头 亿万年后又是这个念头 所以我们修持就是要把握当下这个念头 就已经亿万年了 要想就是要想这个 把握我们当下 活在当下这个念头亿万年 不是说我们老子师 五十六亿万年以后才下生吗 对不对 五十六亿万年就在当下这个念头 出生了没 在真理来讲已经出生了 在现象来讲还没到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以理 以真理来说 以真理来说 释迦摩尼佛事件在凡城 然后事件进入内盘 不是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吗 对不对 八十岁入妹 那么在真理来讲 他事件在凡城 跟事件内盘 是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 没有移动一毫妙 毫不毫妙 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这样 因为是如如不动 那动的就不是真理了 真理如如不动 所以他事件在凡城 事件进入内盘 就在同时一个时间 那我们看的是看现象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研究真理 就是要了解到 那个理进入了以后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或许不是又比喻给各位 去了解那个状态吗 还记不记得 就是那个四季值 不着有 也不着空 也不着亦有亦空 也不着非有非空 那请问是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进入不可思议 你想都不能想 有就已经着有了 没有就着空了 一有一无 非有非有 都不对 全部都不对 这个叫不可思议 不能用头脑来思 不能用嘴巴来论语 这个已经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 所以佛性本体就是这样 以后有人问的话 我们本体生成什么 你自己这样说 不着有 也不着空 不着亦有亦有 也不着非有 非空 这样就是佛性本体 你问一看下面答案 就是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想 不能用我们人的嘴巴来讲 很奥妙 我们本身就具备 就具备那个不可思议的 不生不昧正心佛性 本身就具备了 并不用向外去追求 我们本身就已经有了 所以这边等到我们正实相无人法以后 刹那就可以媚缺阿比悦 阿比罪都消失了 所以那个都是很小的事情 我们那个不可思议的佛性才是大事 我们再说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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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